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科学 五个专业在一起 政治的 经济的 社会学 人类学 他就放在一起 还有国际关系 您是安徽人 就是接受垃圾的那个神 对 一下指到我们这个话题了 我今天来到看到丁老师 当然非常高兴 可是心里也真正的悲哀 因为自从上回我跟小田吵了一架之后 就不再安排女嘉宾给我了 没有 他哪给吵架 小田那是暗逢我呢 以后咱们这套直男癌得收一收了 我出来替你挡刀 结果网上都说我们被打脸 所以从此以后不安排女嘉宾给我了 兄弟就是要这样嘛 就是碰到女性攻击的时候 要共遇外患 那个 今天那个丁老师来 丁老师这鼎鼎大名 是吧 叫您这名字的都厉害 就是一不留神整出西安事变了 对 没错 我刚开始啊 因为我顾到寡闻嘛 我知道好久以前刚开始在报纸杂志 看到丁老师的评论 我本来还看错张学良 对 还在吗 张学良 还见着 还见着 对对对 原来丁学良 那您是可能有跟张学良一样 这叫学良的可能得享长寿 这个不是 我们是家这个名字还倒是安家谱起 当然是到我为止 我以后就家谱就没了 我后来就遇到一大的 不可能运动啊 什么一大大事 那您这是家谱上的最后一个 安家谱所算的 可以重建家谱 重建家谱很正事 很花鞋 是吗 碰到一些 很花鞋 那老师也是 大老师家谱没有了 那自己重来嘛 很花鞋 学习 对 学习相像 对 这个 但是这就说到他的这个家乡了 对吧 安徽 要不说呢 咱们经常这个看看微博有好处 我有一个微博我也不大上去 我就发现是观众提供这个话题 说这个跨省偷运垃圾 你们为什么不聊 是吧 浙江的垃圾运到我们安徽了 你们为什么不聊 我一想他就是安徽的 最早讲垃圾这个话题啊 我建议他们做事1994年 我说澳大利亚 我说离开香港 这个到澳大利亚这个之前 我跑到北京去 就是CCTV 那个吹吹吹吹子元 嗯 他当时要我就是提12个题目 就是 吹永元 吹永元 吹吹子元 您真能给人改名 吹永元 出12个题目 就是说 他欣赏三分之一的题目 三分之二的题目 他说这个题目就没有什么大意义 被他抛弃的两个题目 现在我觉得是很真的假 现在就有来一直的假 一个是关于垃圾处理 第二个关于中国去断水 但是中国的卫生机也老漏水 好 那就是吹永元不要的 吹永元不要的垃圾话题 邓文涛捡起来 现在是大题目了 而且问题是那时候是20多年前 是 93年就4年 那到现在还能讲 表示这个问题 更严重了 而且更严重 现在我算体会到什么叫垃圾围城 而且这是 非来风呢 非 所以他是这个 我觉得中国各地方之间都挺鸡贼的 就是你 就是跟政府好像也有关系 当然 因为现在安徽同乡那边起诉的 也包括了这个浙江乌镇那边的政府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1400吨垃圾啊 你想你家门口附近 某一天一夜之间 一个垃圾山 这就是这个安徽的这个垃圾 然后会发现这个现象呢 广泛存在 你往下看 这个呢是江苏南通 一个叫什么江新沙还是农新沙的这么一个农场 出现了这一个垃圾山 而且呢 人们就开始破案了 你再看下边 哎 有两条船 专门干个事 专门干这个事 外边还蒙上那个遮盖 然后呢 半夜里就开始往下泄 这两艘船是哪开来的呢 上海市区的这个码头 开过来的 所以这又揭露出一个 原来长期以来 上海就偷偷往来运 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 你看起来是一个产业链 你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的 后面有很多的利益 有分层 有半后同关系 还有黑道关系 全世界预设法大国家 垃圾里面的水域盛 没错 你看你最早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那个美国的 一些很著名的一些电影片呢 就是美国主要大城市里面的黑道 最早垄断的行业 其实不是其他的行业 最早垄断的行业 几个之一 就是垃圾处理 因为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我看过一个电影 好像是有个画家 刘晓冬专门到意大利 画那个垃圾堆 是吧 也是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 就是他就专门找这个垃圾堆来画 后来他先去了意大利一个垃圾堆 他发现呢 他说法也很有意思 他说有的时候啊 这个垃圾山呢 这个就说绘画呀 只能驾驭比他气场弱的对象 他觉得那个垃圾太大了 他画不了 他画不了 于是他就选了一个稍小的一处 你看就是刘晓冬的作品 他就专门到 因为意大利的垃圾就很有名 我还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意大利黑帮 操纵的 那个教父中间就是有一个环 教父的第几节 我记不清楚了 他集中中间有一个就是处理垃圾 处理垃圾 好像是个产业链 里面还包括内人 就黑帮自己谋杀和打仗的时候 尸体怎么处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处理尸体 因为垃圾扩大来说 叫废物嘛 其实还包括人的死跟尿 粮粮粮 像大的什么垃圾 什么整个产业链 然后小到黑到 在每个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以前 很久以前 在处理 收叶箱 收粪便等等 然后后来 在香港 在我住的成长那一个区湾仔 黑道好重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清洁 收垃圾 每家的小小的垃圾 现在不是讲把整个城市搬整 80年代以前的事情 以前啊 60年代 60年代 收垃圾 我们家还要付垃圾费 当然 我还记得来家里来收垃圾的 那个收垃圾费的 还是黑道 都是要么就是 骨兽 奴才 吸毒了嘛 盗勇嘛 要么就是黑社会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这个有些华人就一样 说实际上会做事 像这是30年 30多年以前 80年代初期的时候 他说你要是中国 要来一批人的话 双方都发财 就是讲那个 处理 这个屠宰场 屠宰场 杀鸡 对 还有这个猪肉 很多东西美国人是不吃的 也不能够收垃圾堆 那您说 专门的处理 这个属于 对 我问您 这个它是应该是属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 城市管理的一部分 但是为什么它往往容易沦入黑帮的手里呢 因为它这中间有很多的成本啊 是不好算的 你比如很简单的例子 到有些城市里面 你在意大利 就是很有名 西班牙也有这个情况 它这个处理这个垃圾的时候 它那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分成 是很重要 那个地方政府有时候 要找正儿八经的规范的公司的话 那个成本太高 然后他就找一些半地下的人去看这个事 半地下的人呢 黑道拿过来以后 他也不敢雇用正儿八经的合同工 就是我们签个合同 我要对你什么这个保险 那个保险 中间还有污染呢 还有四孤了 还要死人了 一大点事 对 那谁是会 比如今天 今天垃圾多了 我们多要几个人 过一段时间垃圾少了 我们不要人了 你这种有个合同在的 就很难处理一下的吧 这一个非常不规范的一个产业 一个市场 所以这次 这次运到安徽这个垃圾啊 他们起诉的 有政府也有就是发现 都是没有资质的 没有处理垃圾运输 垃圾资质的 但是我不明白 那是那意思是 政府把这个活给了他们吗 有政府的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地方政府的 这个监管和治理 因为你这个东西 跟中央政府没关系的 你跟省政府也没什么关系 那地方政府的 最地方的政府 对最地 最基层的 就在级政府 对垃圾部门的 垃圾部门的 你说他这个政府管事的 他心里清不清楚 这东西实际是偷运到外省去 当然了 因为你在本地的处理 那个成本现在 没有订过一个在地的政府 能够现在 在处理垃圾问题上 都对本地的居民 对这个本地居民 无论是平分也好 他自己家的家属 小孩上学也好 都被人骂 然后他在本地当官的 这个也受到影响 因为你看看 在过去20年 中国大陆 最大的造成 这个群体事件的职业 就是处理垃圾散 垃圾为常 绕上一个大的群体事件 因为你说去告政府的时候 要看他具体告什么 因为可能告一个事情 告他监管不散 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外包 因为他说 不管哪个层级的政府 我要处理那些事情 可是我外包 我判 香港就判出去 判给一家公司来做 可是现在偷运的 可能是那一家公司 可是你作为包出去的 你是他老板 你又监控监管 那假如我告的话 通常是说 外包承包的公司 很多时候是黑帮 地方的有利 至少我了解 在世界上的时候 黑社会就是管着这一块 那你说这个 有没有可能有利益输入 当然有利益输入 就是处理垃圾中间 还包括很多就是处理 就是说这个 非法的经营的 一些痕迹 你看贩毒 刚才我们讲 讲到了贩毒 刚才讲就杀人放火 尸体怎么处理 还有这个打架 打死人 打杀人 这过程中的武器 弹药 弹壳怎么处理 还有这个贩毒的时候 贩毒的痕迹怎么处理 白社会和黑社会的垃圾 还有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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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处理 还有那个 就是认那个叫什么 非法打胎啊 那个胎儿怎么处理 什么处理 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 都在这里面 所以黑道社会 掌握这个东西 他掌握了这个城市里面 最见不得人的 很多秘密 还有毁掉的帐 毁掉的那个 毁杖啊 还有毁那个 就是白子孩子 还有很多的 毁掉的帐 贪污了 这个贪污的官 贪污 还有很多走私 痕迹 社会界那些 中间 以前还是重要的 就是估计 间谍或估计 情报系统的 重点的项目 哦 怪不得 有时候中央情报局 也得翻垃圾堆 当然了 当年苏联的KGP 是为了收集 第三世界 有些国家 因为第三世界 它没有正常的一个选举 就它在台上的那个总统啊 他叫什么首相 叫总理啊 他能当度长 虽然说不清楚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就看见健康不健康 健康不健康 他就要收集 所谓的我们叫 human disposal 大小便 土壇 你知道吗 儿子 身上的衣服 拿去以后都会花园 大钱 你能弄到一点点大钱 听不见就是富含营养 大钱 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你知道我曾经到过一个亲戚家 在亲戚有个小女儿 也就是就是90后的吧 我在他家住几天 然后我就看这个小女孩 哎 出门的时候啊 真的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今天的小女孩 对吧 还带那个美瞳啊什么的 哎 这个收拾的 哎呦 他这个房间呢 我就没有办法看 就是哎 味我就先出来了 臭袜子味 女生内裤的什么 我一进去 那里边就像一个战场 你知道所以 我后来我就忍不住 我觉得是长辈 我就说他两句 我说啊 我说你这真是吃一锅 拉一炕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对吧 于是房间 后来他说我们同学都这样 都这样 就为什么呢 就我方便 我我我脱了 我放椅子上 我自己知道放哪 我为什么 我自己家里关着门 不让人进来 为什么不能 非要整整齐齐 他还有理 但是我现在想 你比如说中华民族 或者说是后发国家 落后国家 过去被西方人这个 侧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就是不注意大小便 你光注意进口 不注意出口 这个问题都是出口的问题 你看今天中国这个经济超高度发展 那这大小便的问题 就是垃圾的问题 你那也严重 这中间呢 就是穷有穷的坏处 但穷也有穷的好处 这一点也是我做调研的时候 感受很深 我92年从美国回到 回来 第一站是香港 然后到内地去做调研 所以调研的时候 去的都是最 很多很苹果的地方 我就发现一个很 很有趣的现象 于是穷的地方 于是建不到垃圾 为什么呢 人家不浪费啊 都吃了 不是都用了 都用了 哎呦 他自己倒会废物利用 他都废物利用了 于是最富裕的地方 也建不到什么垃圾 因为他有钱处理了 最糟糕的是中间那一段 咱们中国现在 就大部分是说中间那一段 他又没有穷到 把一切垃圾能够 不讲究时间 也不讲究卫生 手工把纷纷 然后很多人就用掉了 他又没有富裕到 由现代化的 处理垃圾的这套事实 取得就中间这一段 所以中间这一段 你会分到很多档次 你刚才那些照片 就是说 稍微比你高一档的 把东西往你那人 他把东西往那人 现在还有一个 巨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中国现在 认识垃圾很多东西 不仅仅是脏 还有毒 带毒的 这是什么毒 毒啊 化工啊 化工啊 这次安徽的就是乌染的水源嘛 在人家水源保护区嘛 农腰啊 这是毒品的 农腰的那个装农腰的 这个没用完的农腰啊 这些问题是 这是非常严的 还有那个黄产业的垃圾啊 对吧 这个不是一般的脏啊 这是毒 你怎么认识个大文字 因为越穷的地方 看不到垃圾 要看我们 看什么叫做垃圾了 他看不到我们中产阶级 消化或者被家里的狗猫消化 或者被旁边的大自然所消化 农业农村 你比如说这个烂菜啊 就是农村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大小便呢 都是大自然鬼消化的 大自然不能消化的 是我们的制造业出来的 那些东西 你们刚才说这个发达落后 这个穷富地区啊 嘉辉你是写小说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 很富有文学性的一个联想 很有意思 就是过去那某个年代 我们讲要割资本主义的小尾巴 是吧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就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现在想啊 蛇口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排头兵 也是现在深圳豪宅聚集区 你看 但是呢 隔海相望是香港 但是呢 我认为正相当于香港的排泄道的位置 你知吧 就跟着香港的屁股 香港的下水道 因为这个当年的港英当局 一度把这个港深边境二三十公里啊 化为边境禁区 所以垃圾填埋区 屠宰场 就你说的这些 我觉得就是下水道的地方全在这 但是现在蛇口那边啊 卖的那个贵啊 都不都接近香港的价钱 那些豪富 但是他们现在有个大问题 就眺望海对岸的资本主义的小尾巴 一阵阵臭味 臭味就来了 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现在两地之间这个反应很大一个问题 你看这就是在香港的屁股这个地方 他们过去港岛当头的话 他把屁股冲着我们深圳 对吧 然后有这个这个垃圾填埋场 屯门垃圾填埋场 达古岭垃圾填埋场 这么大的 你看这个范围 你再看 什么上百万平米 而且现在港府呢 还要进一步再挖大 再扩建 那边就是深圳的地界 你看这就是香港这么大一个区域的垃圾填埋 每天这就是上千吨呢 就是你再看下边 你瞧瞧没有 多美 就是一边是深圳的豪宅 一边是香港的垃圾场 对 就是这个问题啊 两边的受害啊 香港这边我的学生们 每个礼拜去做的事情 就是海滩减垃圾 那些垃圾都写着减体字 都是飘过来的 大家都说 你看连我们的特首啊 梁振英啊 也去减啊 大家官员去减 去减都算了 还终于忍不住 也说了一句话 对啊 是减体字 连我们特首都承认的时候 那事情有多严重 所以我觉得香港跟深圳当局 应该好好坐下来 一起去找更穷的地方 然后跟他们说 我们两个地方都有钱啊 现在给你买 你把地方让我们一起来放垃圾 我们深圳人都讲什么 说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桥头堡 舌口对吧 社会主义改革的桥头堡 现在我们是热脸贴着你们那个脏屁股 你要谈呢 至少不能让我们热脸贴个冷屁股 你也得好好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们屁股一直都在啊 你的脸慢慢变热而已 你不要那么热 你看猪三角 这个在环保污染或垃圾处理这一点上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到了利益共同期的这个地步了 以前可以害人 用害人的办法 害人办法多得很 我都知道 有什么 应该举个例子 还有一个 你看香港很多的本地填垃圾的很难找到地方很难成本很高 以前多少年了 我听他们的搞环保的人讲 香港都是跟内地比较穷的广东 把东西晕到你了 是吧 这种事情 现在做起来有来有难 只有现在两边 好好的把整个的 至少你第一步把打打着三角范围 把这么一个 我们讲就是说 全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 也是互动最强的 也是最外向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好好搞 而且这地方呢 我觉得最好能给我们提供好的这个榜样 就到英国去找一座样板 那英国做得好 英国现在已经开始在考虑 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它已经吃够了以前我们讲冒烟的那种产业 对 固然产业的苦 所以英国现在的城市设计 国家在全世界 比美国要现金人多 因为它想做成一种什么样的 就是中等的这个城镇的规划 到了204年 205年 206年 它有几个指标 能够做到50万人口的城市 基本上不需要有垃圾出去 全部就在五州湾的这个生活区里面 全部都处理掉了 这才是到了我们讲循环 良心循环 我们一步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以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 现在应该朝这个目标去录立 你看看香港现在很可怕 香港就是以前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 就是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单元 是不是 卖单元它里面都装修了 搬进来的人 百分之九十把那个 把那个房地产公司送给那些东西 全部拆掉 往外一刃 一刃就是一车子啊 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 很低档的那些装修 这是很不香化的 因为那都是化工啊 这种东西都是要 要以全世界最高标准 作用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就说 现在咱们的脸整容整得不错 屁股太脏了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这个丁老师刚才指出的 其实是一个从国内到全球的一个同构的问题 你看这些年看见的就各地民众起来的这种啊 你看从国内来讲 这个地方的垃圾废料 偷偷弄到另一个地方 从世界上来讲 发达国家的垃圾 我也见过经常有报道那个轮船啊 就是运到拉丁美洲啊 或者运到一些落后国家 运到非洲 运到非洲 甚至是核废料 好像台湾也有这种 对台湾我经历过那个阶段 我正想说 那个蛮成功的 至少台北 马英九年代 因为我看着他整个转变嘛 在台湾 这马英九开始 他当台北市这个市长的时候 推动付费 就是要向政府买那个垃圾袋 要买垃圾袋 假如你不用政府的垃圾袋 来丢垃圾呢 叫法环 找上门 那你买了 第一个你要付了钱呢 你就会省的用了 以前随便拿个什么 敲击市场的塑胶袋 我随便一天弄十包垃圾 现在不是要省钱嘛 我就弄了五包 另外的就回收嘛 在每家每户给回收费 那个完全经过几年的教育 我每一次寒暑假回去 看到我小姨子 我台湾的家人 完全整个概念改变了 当然 把所有的垃圾回收利用 所有的好习惯 考两点 第一个考钱 第二个考法律 然后慢慢再进入人的自然习惯 你别以为人 有多少人 就是说 没有这两点 自觉度的人是很少的 就等于到最后 最理想状态 就是源头上人减少 减少垃圾 把这个事情给启动起来 您说那种心理 你比如说 我在日本啊 说起来也就挺丢人的 就是说 我怎么日本的垃圾 头垃圾桶并不多呀 结果我吃了个饭 团头拿这个做了袋 我这么脏的人 我真的就不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就好像找到一个地方 而且真的人家分类 分这是什么瓶子 这是什么纸 我就真的那么放 但是我又回想起 我怎么在咱们的祖国之内 大部分地方 你谁就是人 对啊 你不认为人家 就是我呀 就会有这种行为的 因为你看到别人丢嘛 你看到别人丢 你觉得那个坦白讲 那种心理啊 我感觉是 你觉得那环境不尊重你 你也不会尊重那个环境 可是日本街头里 看到干净 你就觉得环境尊重你 然后你尊重那环境 就像我经常举例 去台湾玩的香港游客 可能从来不去那个书典了 他去到比方说陈平 装潢很漂亮 大家很安静 平常那种吵闹 不管是香港游客也好 路客也好 平常很吵闹 马上把声音缩小 因为你感觉到那个环境尊重你 那你就会尊重那个环境 是互动的 到底那个英国怎么开始了 可能像丁老师说 法律跟法缓 像香港反贪的成功经验一样 当然 这个遵守法治什么 现在已经进了血管 可是刚开始 这是罚钱 坐牢 法律 你看我们 我第一个受到的这个 很有信的 就是在美国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人们也是的 不在乎这些事 那低大我不 能认 认垃圾的地方多得很 对 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从80年代的中期开始 而且全美国最早开始 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而且呢 就是说浪费垃圾 就乱认垃圾 就是说你每个户 每一个公司超过了 认的量多了 你要多交钱 从全美国 就从两三个四点开始 我住的波士顿的 Cambridge 就哈佛大学 马尚尼工学院 就高校区啊 就是全美国的四点的 第一个地方 我就看着这个好学观 怎么一步一步起来的 那这是学习啊 那真是学习啊 但是我问 我问你一个问题 邓老师 你说啊 那为什么是上海的垃圾 就扔到南通了 那为什么就没有南通呢 想把垃圾运到上海 叫去呢 那就是成本太高啊 就都到底很简单呢 就是成本太高 包括经济成本 或法律成本 太高了嘛 因为第一个 你从南通把垃圾 往上海晕的话 你沿途 你过着车子 你的车子太脏了 人家不让你进去 香港上海有钱 他不用的警察 或交通警察很多 你不会去打麻烦 你就给你走进去了 上海里面 那个地方 所有的蹭土蹭金 你要找一个地方 那些垃圾 你找不着 你这个里面 要不断地转 而且中间 有摄影镜头 而且中间 有歧视心理了 就像你乱丢垃圾 你不会跑去豪宅面前 总是看到贫护 就丢了 老板我们落后 允许当猫坑 真是